在五學級攻擊賽事呢 林玉婷真的好樣的 全台灣都停你啦 真的是太精彩了 對上了這個八強賽 曾經在這個市井賽 擊敗的對手保佳麗 林玉婷你太棒了 沒關係 什麼危險 雷台上決勝負 這場比賽打得真的太精彩了 第一回合 林玉婷展出了他的左勾拳 而且利用他臂展的優勢 不斷的跟對手來回周旋 而且靠著這個優勢的部分 第一局是以3比2拿了下來 在第二局的部分 保佳麗的選手 真的是很多小動作 不斷的貼身 靠一些小動作想要取得分數 沒關係裁判的眼睛是血量的 比國際拳種還血量 這個部分完全沒有起到小便宜 所以最後林玉婷在第二回合 拿下了5比0的壓倒性勝利 那最後整體分數算下來 舉起手的就是我們的林玉婷了 真的不簡單 可以看到第三回合 林玉婷也是完整的站上風 5比0再次的拿下 三回合的分數直接碾壓對手 成功的晉級4強 也確定林玉婷會再至少拿下一面銅牌 包含吳施怡 昨天的陳念琴 還有現在的林玉婷 全期項目至少會進仗三面獎牌 真的不簡單 所以看到雖然賽後 保佳麗的選手 有一點點的氣氛 沒有跟林玉婷握手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的證明就已經說了 她的性別是毫無爭議的 全台灣都挺你繼續的打下去 我們也會持續的為林玉婷加油 也希望接下來四強賽事 我們把獎牌陳舍往上添加 跟陳念琴一起來挑戰奧運的金牌榮耀 主播